7月14日清晨 7月14日清晨 另外还有海洋调查船海大号 台湾军方人士表示 台湾自造的新式高级教练机永英号 预计今年底进驻台东制航基地 这两天正在台东做一连串的测评 测评区域就在东太平洋空域 但无法证实解放军情报船出现在 华东外海是否与此有关 对于解放军情报船和美军驱逐舰现身东部外海一事 台防部门发言人士顺文声称 台军充分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域状况 目前状况正常